此时,我将演示如何更改和编辑模板中的文本。 首先,单击要替换的文本。 根据需要更换。 其次,要更改文本字体,请单击工作表左上角列中的字体选项。 然后根据需要更改它。 第三,要更改字体颜色,请单击工作表左上角的颜色图标。 根据需要更换。 第四,要更改文本效果,请单击上面的效果按钮,然后根据需要进行编辑。 单击该文本以外的区域以保存更改。 下教程见。 祝你好运,保持创意。